进宗学会成立了 那时候在美国 我们劝勉同学 学习五个科目 佛经内容太丰富了 一起学太繁杂 也记不住 简简单单举五个科目 好记 不要用书本 你会牢牢的记住 首先我们要学三福 人不能没有佛报 先修三福 这三福 信修不二 自信里都有 我们肯修跟自信的三福 就对应了 第一条四句 孝养父母 奉死四长 慈心不杀 修实善业 这修福 这种修福 跟自信 信得了完全相应 佛重视 佛家里看长讲 佛会与双修 他把佛摆在前面 把会摆在第二 我们世间人也是希望 先有福 再求智慧 佛满 众生愿 有第一福 这才能入佛门 你看第二条 受持三规 居足众戒 不犯为疑 就入门了 以前入门是有条件的 这个条件就是第一福 第一福就是经典上常常看到的 善男子善女人 因为他居足了 你看像弟子规 感应平十善业 他是善男子善女人 才可以受持三规 居足终结 这是罗门 三规 戒律 威 都能修得不错了 得行成就了 像阿罗汉 像菩萨 这才让你真正在大臣里面 修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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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会 那第三条 发菩萨 发菩萨 身心应苦 读诵大臣 劝心心点 优优 优优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